然后第一次来到微博之夜 心情如何 就是我的偶像 找新的那个表情 包好多人啊 大家真的很对我这种感受 对 有没有注意到就是 有哪些特别的环节和细节 让你印象深刻的 可能我一直都在找我的偶像胡歌 就追星现场 特别开心 对 韩月老师 我在跟你说完之后 我不是回到了现场吗 我就追星成功了 我回到了我偶像的手 确定起得来吗 我又清醒了几分 谢谢谢谢 因为我以为起床铃声都要那种 就是特别 那种才起得来 会感觉自己很像偶像剧女的 男女主对不对 就那个 然后迎接自己的是工作 闭眼 然后又 闭眼 闭眼不愿意让我醒来 周深在抖音更新了动态 一百多万人在线围观 话题 周深学会游泳 更是冲上了热搜 虽然知道是特效 但是仍然唱得好听 气息吻而足 不愧是实力歌手 周深这两天捷报平传 周深加盟奔跑了第十一季 3月27号成都开启首轮录制 又可以追周深的综艺了 还有就是时隔一天时间 一边是周深 喜提新闻联播 凭借歌曲 我的答案 荣获五个一工程奖 这个官方大奖 一边又是喜提微博 2022年度男歌手 种种成绩和荣誉 无不再证明周深的优质 太佩服周深了 明明恐高 站在这么高的台子上 却还能唱得那么稳 参加综艺节目坐缆车 明明自己也恐高 却安慰看起来 比自己更紧张的人 昨天周深参加了 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座谈会 并上了新闻联播 今天他又获得了 年度男歌手的荣誉 央视认证 他是大气磅礴的时代之声 从最初的空明梦幻之声 到抚慰人心的治愈之声 再到大气磅礴的时代之声 有人说周深为什么能火 如果这样有实力 有作品 人品又好的人都没法火的话 那只能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但是周深只要获奖 或有活动舞台 就会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 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律 比如刚刚结束的 2022年微博之夜 周深演唱了《和光同城》 并荣获微博年度男歌手 于是网上又出现了 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粗略地数一下 周深这两年的获奖 在2021年 周深获得了 腾讯娱乐白皮书 年度品质男歌手 广义云音乐 年度男艺人 腾讯音乐集团 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 咪姑音乐 年度榜样艺人 东方风云榜 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央视中国歌曲 Top排行榜 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等 2022年周深缠联了 腾讯音乐集团 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 东方风云榜 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 而周深参加的盛典 更有建党百年 锦绣小康 大湾区 总台春晚 元宵 七夕 中秋 元旦 秋收晚会 文联文艺 等等大型晚会 更是现场 金鸡 百花等班奖典礼 平均每年 四台跨年演唱会 登台现场 演唱百余字 在2023年 仅仅三个月不到的时间 参加了数十个 央视和主旋律的 大型晚会 周深可谓是 夜精于情的典范 不论从实力 态度 还是成绩 都实至名归 周深演唱的 花开忘忧 在微博之夜上 成功斩获 年度人气作品 这个奖项 可以说 是含金尿十足 花开忘忧 这首歌 不但有着 华丽的数据 而且 还有着 深远的影响力 周深已经不再是 从前的小树苗 他已经通过 自己的努力 变成了 参天大树 最后 再一次 恭喜周深 对周深有多偏爱 陆虎 想听周深的声音 唱自己的歌 我可以说一个 当时我最愿意 听到谁翻唱 这首歌吧 公有一个歌手的 翻唱是我 我Q他翻唱 就是我联系他 我说最近这歌还不错 你要不要拿去唱 是这样一个程序 我其实真的很喜欢 周深唱的这个版本 正好去录那个 《梦片歌王》嘛 然后我说 你可以去唱一下 我的这首歌 我还挺好奇 而且挺希望 听到你唱这首歌 是什么感觉 音乐人李冰 除了周深 谁都不行 其实这是一场乌龙 因为周深之前 参加时光音乐会 这个节目要求歌手 互唱对方的歌 有人觉得其他歌手 适合翻唱这首歌 而歌曲制作人 不了解内情 才有了这番发言 不过可以看出来 他对周深的偏爱和维护 人世间音乐制作人 张艺玲 除了周深外 没有第二人选 那这首歌曲就是 一开始定的就是周深 从来都没有想过第二人选 没有第二人选 就是他不唱 我都在想周深 但是脑海当中 蹦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周深 对对对 谢谢你小乖乖 谢谢谢谢 真的是你乖乖 我真的是乖乖 哎呦受伤了 受伤了 被一个那个小朋友 代表我爸送给你 谢谢 谢谢 谢谢叔叔 爸爸随保护 是你的爱 你最爱他 新加快乐 谢谢叔叔 关心 所以他特别有爱 我爱他了 特别是还是我爸爸 也崇拜他 我爸爸是他忠实粉丝 每天给我打电话 不问我 就问 深深好点了吗 他累不累 好吧 我那天有一路一波 我说现在年轻人 就歌手上 你最想跟谁合作 收声 真的 我把他一脸认真 开着车 你知道吗 周深老师 然后我说 那你跟周深老师 发出一个邀誉 好吗 周深老师 要是有机会 能跟你合作 好 我想跟你唱 我觉得周深 他的演唱 有点小奇观的那种感觉 就是 amazing 有些人不说 我一上综艺 为了影艺 对了影艺 有镜头对着我 我就 周深不是 他表里如一 他表里如一 他私下就是这样 他从始至终 他就是这样 私下 舞台上 镜头面前 他一直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 很真实 很真实